这个居委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角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组织法上面来说 它是居民自愿或者通过投票选举这么产生的一个组织 但而事实上是没有这种选举存在的 或者说很难见到这种选举存在 以我个人的经历 我在珠海的一个小区连续住了30年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 或者见到这种选票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执行的是基层政府在最基层的一些基本的工作 而且它领的是政府的工资 它的房子、办公地点都是政府提供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又是政府的派驻的人员 那么而且它在跟居民的生活 我们大家都觉得正常的人 我们有工作 我们有单位 我们有公司 有自己的事情可做 没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他们这些人拿了政府的资金 他们要做的事情 跟我们居民的生活 却息息相关 生老病死可能都有联系 你比如你过去的计划生育 你要生个孩子 那么要到他那里开始去办所谓的准生证 证明你是这个人 死的话 办户口 入人 都要跟他们有关系 包括计划生育 甚至很多结婚 立婚的这些情况 你都要到居民委会去开证明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作用就非常大了 那么这一次在上海 产生的这种乱象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居民委会这种基层的组织 它既不是官方的组织 它又不是民间的组织 而是受政府的指派 所以他们有些带着那种任意妄为的情况 他像政府一样可以不遵循法律 但是同时 他又可以在居民的这个头上 作威作福 任意的成成加码 他们一日全在手 那么他们就可以 非常威武的 在这个居民头上 腰三 赫世 把这个居民呼来唤去的 大白往身上一穿 他们就可以任意的 这个 这个把居民关在房里边 甚至 应该拍发的物资 应该供应的蔬菜 鸡蛋 米饭 肉类 油类 都有他们来完全控制 我们见到了很多这种腐败的案例来说 那么这个乱象的产生的原因 我觉得就跟这种组织的 既是官方指定的派人的同时 他又不承担责任的 有很大的原因